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华尔老师 又到了我们新做心理测验的运势分享时间 那我们接下来做的心理测验是 我2018年有什么事情是我值得注意 或者是我可能更幸运的地方 所以等一下大家心里面可以想一下 我2018年的整体运势 有什么特别该注意 或是值得分享幸运的一个地方呢 心里面默念四遍之后呢 选择ABCD以下四张牌 选择一个你直觉最第一张牌 来做一个参考数值哦 那广告时间呢 就是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声音 可以帮我们分享 或是帮我们按订阅哦 那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看你2018年有多幸运多好运哦 那我们选择好了吗 那我们即将开始哦 接下来是选择A的朋友 A的朋友呢 在这一年呢 其实你是财富丰收哦 而且呢你付出什么呢 就会得到什么 在金钱上面呢 其实会有很多个机会呢 得到你想要的收益 或想要得到的成效 甚至想要得到你想要的一个学习 比如说你想出国念书 有可能这一年的考试运 其实是非常的旺的 或者是说你很容易有一些学习运 或者是说考试运的一个加分 那大概呢你要值得注意的是 赚的钱多花的也多 所以在一个收入收支平衡之下的一个原则之下 还是要稍微注意有时候赚的多呢 有可能你自己还是要有一些必要性的存款 或必要性的投资 不要呢觉得哦好像一直钱一直来我花也无所谓 那这样可能会是一个互相收支不平衡 甚至说有可能花的比收入多 这个是要值得去注意的 那在财富的部分来讲呢 其实呢你相较之下 你的工作感情都算是稳定 所以你的财运才有办法随之而来 让你比较放心去走 所以呢不如你想要去做什么 或是什么计划性的目标都大胆去做 比如说你想要开直播啊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或者是你要往国外啊贸易啊 或者是说出国旅行等等 这些也是可以当成是 你赚钱的一个细节 或者是说一个附加价值 这些都可以去做一个调整 当然呢也祝福你今年呢 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 也欢迎跟花儿分享哦 那也祝福你财富双收 选择B的朋友呢 选择B的朋友呢 其实呢这一年呢 其实在情感上面 你或许会想要尘埃落定 或者是你会遇到一个 理想中的一个对象 或者是伴侣 那如果是有伴侣的人呢 也有可能跟你另外一伴 在情感上面 会有大大的大要生 或者说你们两个 有考虑生小孩 或者是考虑结婚 也有可能在这一年给定下来 那如果呢这些你都没有发生的话 那没有关系 其实也代表是说 你在今年的贵人运 跟人际关系特别的旺 等于是说 当你需要什么帮忙 需要什么调整 需要什么目标的时候 这些相关性的人物 都会出现在你眼前 等于是比较像是 心想事成的一张牌 那这个心想事成 比较是情感 人际 贵人上面的运气 会比较重要哦 所以呢当你想要什么 不如就大声说出来 或者是说 去祈求一些 你可能可以去找到帮助人 记得要得到帮助之前呢 你自己要先付出行动 那因为天下呢 其实不可能有白吃的午餐 也不可能同天下掉下来的礼物 所以这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哦 所以呢 也要花一点时间 去经营你的人际感情 那当然呢也恭喜你 也会遇到你生命中 可能那个对的人 或者是你一直想要追求 或者是你非常喜欢的对象 或者是你的女神啊 王子啊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哦 所以也恭喜你 情感运非常的旺 接下来是选择C的朋友 C的朋友比较像是工作上面 可能会有创业或执行目标的一个机会 工作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合约 新的计划 或者是说新的合作帮来找你做一个搭配使用的部分 那你在工作上面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你想要去执行的一个目标 好像非常的顺利 或者是说你规划起来或者是执行起来是很得到上师的认可 甚至这个工作随带而来的可能是你的知名度的耀身 甚至说好像呢你就是会觉得在工作上面做起来好像也很容易得到别人的认同 也有可能是你几年来累积的经验终于在这一年呢可以发挥到你的实力 或者是你终于找到一个你非常喜欢的工作 所以是比较像是工作还有专业性上面的一个突破 那至于情感上面来讲我觉得比较像是你比较没有心思去经营的感情 有可能呢你会比较花费在时间上去打理自己经营自己或是推销自己 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 因为当你自己越好的时候你吸引到的对象也会更好 甚至你的伴侣也会随着你一起成长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呢有个小细节要提醒你一下 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你身边的对象 因为呢你其实工作忙碌可能会忽略掉我 所以这也是你2018年的工作上面 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哦 接下来是选择第一的朋友呢 第一的朋友呢其实呢你有可能比较像是两份工 或者是两个机会的选择 所以今年你遇到的一个问题 比较像是抉择上的问题 可能是新跟旧的淘汰 一跟二的选择或者是说换领域换跑道 或换对象 就是别的加上就是说 你会有别于过去的一个选择 换成是你一直都没有突破性的啊 或者是说你一直都没有去选择考虑到的一个机会 但它就是机会没有错 所以呢我会建议你多去尝鲜 多去挑战一些你可能没有接触过的事情 因为它可能就是你的机会 它可能就是你的跳板 所以可以多留意身边一些 第二选择的部分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同时进行 因为看起来就是你有可能会有同时两份收入 两份工作 当然有人说那会不会有两个人 当然是不会啦 比较像是事业还有就是成就感上面的一个加分 比较像是两个机会的来临 但是它可以并存的 所以恭喜你其实非常的好运 因为你有可能会来自两方的资助 两方的帮忙 两个贵人的协助 两个工作的收入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恭喜你在2018年 你会有两个实质上 你可能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当然呢 在人际关系上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两个可能都需要平衡 所以平衡可能是你这一年的一个议题 非常的重要喔 那以上呢 是选择四张牌的一个整体浴室 那也欢迎跟花儿做一个分享 也可以分享说你想做什么心理测验 也祝福大家2018年一切 顺利新年快乐喽 我现在继续说你 这都是そんな窃 顺利秦香 唐啊